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国收盘节目 我是贝三宁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5月27号星期二 也就是阵亡降势纪念日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距离情况 美国股市在周一休息一天后 今早小幅高开 午后三大股指继续维持涨势震荡上扬 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并购活动出现高峰 以及欧洲央行降息预期带动了今天股市买盘 尽管标准普二指数在上周五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点位 首次来到1900点大关 今天标普把指数再次刷新盘中新高记录 周二金融板块和科技板块均出现强势反弹 各大银行和数支科技股巨头一并领涨大盘 交易量上牛交所周四交易量换手为3.95亿 纳斯达克周四交易量换手为14.52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继续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69.23点 报收16675.50点 涨0.42% 标普500指数今天上涨11.38点 报收1911.91点 涨0.60%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今天上涨51.26点 报收4237.07点 涨1.22% 盘面上今天金融 公用事业和科技板块表现强势 而表现不如大盘的板块则为电信服务和材料板块 近日之旁面 4月份美国耐用品订单环比增长0.8% 主要由于军用硬件需求大幅增长 在这个月中某些国防设备的订单创下了16个月以来的最高增幅 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民用类别的耐用品订单则出现下降 另外根据标普凯斯席勒大城市指数显示 3月份美国住房价格环比增长0.9% 为5个月以来的首次实现环比增长 在标普凯斯席勒最终的20个美国大城市中 19个城市的住房价格在3月份均有所上涨 仅有纽约地区出现下降 与此同时达拉斯和丹佛的房价在这个月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国经济资商局在今天公布报告称 5月份美国消费者新兴指数上升至83点 基本符合市场的此前预期 最后根据日本财务审在27号公布的 对外资产负债余额数据显示 日本连续第23年蝉联全球最大净债权国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3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显示中国与日本目前仍为美国国战最大的两个债权取有国 各个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产品服务公司 Source Financial交易代码SRCF 这家公司今日宣布增发 增发价在5.5美元 总共发行400万股 融资额为2200万美元 该笔资金将用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而SRCF上周五的收盘价仅为1.3美元 发行盘为818万股 此次增发意味着SRCF将300%的溢价进行增发 显示了机构投资人对SRCF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 发行盘也将扩大至1200万股 股票流动性以及市场活跃度都将得到增强 走势将更为健康 最后公司消息方面 根据路透社消息 周际交易所ICE 也就是收购了纽交所的母公司 现在正在推动泛欧交易所挂牌 估值可能达到15亿欧元 也就是21亿美元 周际交易所在今天表示 其将在未来几周通过以IPO形式 拆分自己在欧洲股票市场运营商 泛欧证券交易所 ICE在一份声明中称 在此次IPO后 泛欧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将登陆 阿姆斯特丹 布鲁萨尔和巴黎股市 而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泛欧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还将在里斯本股市进行交易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美国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